今天要分享的是真基督徒系列第三 第一我是讲到什么呢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会把耶稣看为宝贵 第二就是讲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 他会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上帝 是完全奉献给上帝并不是说把全部东西卖掉 可以是讲到你在上帝的面前要做个完全的人 你的奉献要合乎上帝的行义 接下来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就是圣洁的生活 跟你旁边的人说圣洁的生活 圣洁的生活 当我们听到圣洁这两个字的时候会怎么样 哎呦我很不圣洁 哎呀惨了惨了我信了主我还不圣洁 我之前还没有信主之前不圣洁 有缺叫又要圣洁 哇很难很难 这是我们人活着一个主要的问题 那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 不认识耶稣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生命是不圣洁的生命 不圣洁的生命会带来什么严重性 第一 咒诅 第二 罪的困倒 第三 病痛 第四 家庭破裂 所以罪的使到我们生命不圣洁带来咒诅 那罪并不是你做错一件事情 如果一加一等于二你写三 这个叫做错 你看肉眼的一加一等于二你写三 这是做错 但是犯罪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人写三 犯罪是使到你的生命受到罪的捆绑 咒诅临到你 灾难 灾过会临到你 那今天我们信了主 所以呢 耶稣怎么样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用祂的宝血 洁净我们 除去我们一切的咒诅 所以今天我们是圣洁的基督徒 可能我们在行为上还不完全 不过这个圣洁是完全 是上帝的恩典 上帝洁净了我们 所以你会看到当一个人信了主后 他生命越来越发光 如来如后信 越来越行在上帝的祝福里面 他会看到他的工作慢慢改变 家庭慢慢改变 所以呢 圣洁是非常的重要的 当神他就称你是他的儿女之前 他先为你做一个伟大的事情 就是死在十字架上 洗尽你一切的部位 使你成为圣洁 使你能够随时来到他的面前 祷告祈求 每一次你做错 每一次上帝就是这么的恩典 让你能够来到他的面前 祷告 回告 认罪 祂再次接纳 再次爱 再次祝福你的生命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虽然是信的主 但是不代表我们 已经可以达到完全 虽然我们有圣洁的地位 有神的形象 有完全的生命 但是我们在生活方面 其实很多时候还会软弱 还会有犯罪的倾向 那 所以呢 弟兄姐妹 当你做错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马上祷告 回告 上帝就马上 接纳 有一些人 他犯的罪过后 怕 怕 哎呀 我是多么的无惠 不敢来到上帝的面前 结果呢 他就堕落了 越离上帝越来越远 连去教会都不敢去 连读圣经 共诵经都敢诵 但是今天上帝给我们一个应许 他是圣洁的神 他爱我们 他也要我们圣洁 他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除掉我们的生命 一切的无惠 宗主 所以今天我们 是有能力 活出圣洁的生命 所以活出圣洁的生命 不只是 在行为上 努力 不是只是讲到努力 来过一个圣洁而已 那是不断地要靠着上帝的恩典 所以我发现到有一些基督徒 他们正在改变当中的时候 充满着定罪感 哎呀 我要上来 打赌 我不骗 我是罪人 还有这个控告在里面 他不懂得靠着上帝的恩典 再次来到上帝的面前 当你不懂得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 你会越来越过落 你会越来 你的圣洁的生活 会慢慢慢慢一直下一直下 你会越来越远离上帝 其实当你做错一件事情的时候 犯罪的时候 你再次回来在上帝里面 就是这样简单 就是这样简单 不要去怀疑他 不要去定自己的罪 也不要让魔鬼定你的罪 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你就能够重新整坐起来 过着圣洁的生活 我是身为牧师 我也是会有缘弱 但是我告诉神说 神啊 我愿意现在起来 我愿意过这圣洁的生活 再次遵你的名为圣 当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 心里在这得到释放 得到平安 请问不要让 不会控告你 给 这是我要强调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打开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是在彼得后书的前面 明白 彼得前书是在彼得后书的前面 那弟兄姐妹 我们要读圣经啊 不要只是读创世记 出不了埃及 出不了埃及时 有一些人很厉害喔 他创世记 出埃及都没有读 他直接读其事 世界末日末也是来的 所以读圣经啊 其实他有他的方法 如果你是读某一部分 如果你是读某一部分 或者是理解一部分 就会带来定罪 因为你不明白 然后你不明白 好我们打开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第一章 第十三节到十六节 那彼得前书 是彼得写给当时 正在受逼活的基督图 所以彼得写这封信 来鼓励他们 告诉他们说 上帝已经把宝贵的基督图 赐给你们了 所以你们要在这个 逼活当中 在这个苦难当中 兼顾到底 要过着圣洁的生活 这就是彼得 彼得所写的目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侍奉神 我们信的主 我们不管我们的环境是怎么样 都要过着圣洁的生活 如果你问他对上帝 你要我来侍奉你 你要我的贡献 还是你要我圣洁 上帝会告诉你什么 我要你圣洁 我们基督图 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大多数信主的人 都是佛教徒 佛教徒是怎么样教你的 就是你 你以前犯了很多罪 很多错 现在你要做好事 讨论回去 我穿 现在走过后 你不需要这样子了 你只要在上帝面前 过着圣洁的生活 就对了 你不需要再给这个 做这个 然后来补你过去的过犯 不需要 你只要很简单的 这是完全上帝的恩典 你来到他面前 你打到主 我认罪 求你再次洁净 就是这样简单 你不需要做任何东西 来补你过去的过犯 这是完全上帝的恩典 那 虽然是恩典 但是保罗告诉我们 什么呢 我们领受的救恩 就不可以 依然活在这一种 断呼不可 那彼得今天 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呢 也不可以 犯罪 虽然我们有犯罪的倾向 但不代表我们去犯罪 虽然我们不完全 代表我们去抢 要去找别的女人 所以保 彼得 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要怎样 我们来看这一句文 所以 要耶稣 你们的心 然后原文是作 束上你们心中的腰 谨慎自首 专心盼望 耶稣基督 显现的时候 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典 救恩 你们这一座 顺命的儿女呢 就不要效法从前 蒙昧无知的时候 那放纵失忆的样子 因为那招你们的 是圣洁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也要圣洁 因为经上记者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 保罗告诉 彼得 当时我们说什么呢 神召我们 是圣洁 神今天不是呼召我 做一个牧师 神先召我成为圣洁 然后才去事奉他 当我离开了圣洁的时候 其实我并不是一位牧师 可以说 我已经离开我最主要的 那个岗位了 这个周庆 我们看这个图片 这里讲到什么 无论 人有多少善行 只要少了真诚 就变成了假冒以上 你做很多善事 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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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却不是真诚的 不是带着爱心去做的 变成了虚伪虚假 那基督徒我们也是 我们信了主 我们也会释放上帝 但是我们要知道 一个原则 我们不要离开 但应该遵守的命令 就是圣洁的生活 当我们不圣洁的时候 我们又在 我们已经离开了 上帝的心意 所以要做什么 在那边哭啊 不是 再次回改 就是这样子 这样简单 不要把你的过半 带到明天 带到明年 带到后年 打道的时候 还要想到十年前 二十年前 不要这样子 过了 已经过了 上帝爱你 再次回到他们那天 或者圣洁的生活 好 那 耶稣也讲过一句话 就是在登山保训的时候 在身上 他跟他的门主说什么 你们要完全 像天父完全一样 这基本告诉我们什么 你们要像圣洁 像神 那么样的圣洁 因为神是圣洁的 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基督徒呢 被造的 或者是说人类被造的 完全是按着神的形象来造的 神的形象是完全的 所以我们要 完全 神的形象是什么 圣洁的 所以 我是圣洁的 弟兄姐妹 你们是不是 有神的形象的人 Amen 所以你们是 圣洁的人 你不要再 被某个欺骗说 哎呀我不圣洁 哎呀我不好 你要再 如果你觉得 你真的是不好 你一直祷告 祷告到神说 嗯 你是好的 这是对的 要把人的控告 放在心里面 那弟兄姐妹 我们要圣洁 因为神是圣洁的 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 被造的 再来看这几个 一幅所书 四章二十四节 这里讲的 并且穿上新闻 这新闻是 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 有人力 和圣洁 那今天 我们信的主 我们是 是新造的人 告诉你旁边的时候 你是新造的人 你是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 就会有什么 圣洁的 生活 有些人 他很喜欢 走上看 他说我是新造的人 所以呢 我有祝福 这个没有错 不够不完全 新造这个目的 是什么 成为圣洁 像神那样圣洁 所以我们是新造的人 所以我们断乎不可能 又在过这一切 那种不会的生活 犯罪的生活 那当我们讲到圣洁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想到 第一次会想到 犯罪 所以不圣洁 那我告诉你圣洁的定义是什么呢 圣洁 包括 你顺服神 就是圣洁 你爱你的妻子 就是圣洁 你爱你的弟兄 就是圣洁 就是 不圣洁 OK 还有什么 爱世界的心 也是不圣洁 不是讲到犯罪 反而是讲到 你爱些什么 在上帝的命迹 是 不圣洁的 有一些人 爱世界 爱误会的东西 所以这个人 虽然没有去 犯那些事情 没有做错什么 但是他的心 不合上帝的心意 好 因为神要祝福我们 是从我们的心开始的 所以我们必须 必须呢 把我们的心 心态 就是 调整一下 然后有什么不对呢 我们在这审查自己 让神来改变我们 那么 我们来看 彼得告诉我们什么呢 要越数几星 大家说 耶稣 不要吃苹果 又吃蛋糕 吃苹果又吃蛋糕 这是开玩笑 这是 这个很可爱 这个图画很可爱 是讲到什么 越数几星 我们要在凡事上 越数自己的心 没有越数自己的心的人 不能够过着圣洁的生活 所以你想要过着圣洁的生活 蒙神喜悦你 你就要常常的谨慎 越数自己的心 耶稣也讲过一句话 你们做苦人的 要树上你们的腰 等候你们的主 主能随时回来 然后呢 侍奉他 毁应他的命令 所以这里的越数自己的心 就是说你的心 要做好准备 要做好准备 来毁定上帝 来侍奉他 来敬拜他 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彼得说什么 所以要耶稣你们的心 谨慎 谨慎自首 专心盼望耶稣基督 显现的时候 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这恩是救恩 以后我们 我们 见神的面的时候 神还会散赐给我们 不只是现在 所以我们的眼目 要放远 不要只是看到前面 耶稣这个人的心 专心盼望 我耶稣未来 所以我要谨慎自己 过着圣洁的生活 耶稣真的会来 很快来 几时来 谁知道 你要坐一下 谁是义官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耶稣几时会来 但是我们知道 耶稣很快要来 但是对我来说 耶稣来的没有 你是他 可以说他已经来了 为什么他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他真的是要算我 像我算 他随时来 这是我做的 是不是 但是耶稣爱我们 给我们恩典 忍耐我们的过犯 他愿意一次一次的 老恕我们 所以我们要 专心的仰望神 仰望基督 在来的时候 所以那个战传道 就跟我开了一个玩笑 他说阿孙啊 你明年 可能会结婚 说是 那如果耶稣来怎么办 耶稣来怎么办 那么你是不是不希望 耶稣来了 我就看着他 笑笑说 当然不是啦 当然不是啦 我自己讲 真的是 但是我们基督徒呢 要叛逛耶稣在 耶稣来的时候 我们就 我们就完全得到释放 得到自由了 今天呢 你很担心 哎呀 贪头高 可能你担心 哎呀我现在才这个职位而已 我要 我要升级分人 哎呀 为什么我读的书 还不比人家够 还不比人家聪明 哎呀 很充满的自卑 充满着不完全的思想在里面 当有一天 你进入神的国的时候 什么都不用讲 你完全是 在上帝的爱里面 上帝不会 因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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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做比较 不会 你们全部都是上帝的 全部都是上帝的 所以我们 弟兄姐妹 我们要耶稣我们的心 专心判断耶稣来 专心 为万人祷告 为那些还有认识耶稣的人 来祷告 求他们能够尽早认识耶稣 不至于失去他们的救恩 然后最近我的 一个亲戚 才过世 才去世 要去医院看访他 哎 找不到他 不过 听说他又出院了 我就没有 就当到没有事情了 突然间就听到他 去 又再进医院了 不要去看那时候 是医院 死去了 没有机会 哇 是我的情境 所以我当时的心 非常沉重 为什么我的脚 不这样慢 如果我快一步 这个人认识了耶稣 所以我们要为主来传福音 那为主传福音 首先 你先过着圣洁的生活 才能够带出能力 要不然你传福音 传到 你的口水碰到他 脸到我 他还没有感觉到 你生命有什么 耶稣的爱 有什么圣洁的灵路 出来 感动他不能 其实 我们基督徒 过去圣洁的生活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你传福音也好 你跟人家分享 见证也好 很有能力 有能高在里面 会有时候 上帝也奇妙的工作 也是有他奇妙的作为的 我还记得 这些牧师他讲说 他怎样带你 白银 去教会 他是新的爷 安泰 要去教会吗 上帝爱每一个人 上帝也很特别的工作 在不完全的身上 做 旧恩的工作 不过我们要看到的 不是做一些东西 而是 要看到教会 有福信 最近我考察了 那些教会的历史 为什么这些人 能够 带来福信 这些牧师 这些 这些福信家 这些牧师传道 有什么秘诀 原来 他们都很强调圣洁 强调圣洁的身 你不要只是盼望说 牧师 过着圣洁的身为 你们就不需要 就是你们也是很大的责任 我们是教会的肢体 一个聚会有没有很高 新的人有没有感受到主的爱 在里面 我们的生命 是不会影响这个机会 我求上面帮助 接下来 这结果叫做我们什么呢 我们从前 也都在 看罪人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 和心中所喜好的 去行 本为神可怒 之子 和别人一样 以前 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心是没有受到阅述的 是怎样放纵的 爱走我走了 我还记得我在学校的时候 我走 我看到一个人 读中学的时候 看看看看他 不顺眼我就拿杯的水 那只过去 他看着我 他不能坐 我什么 所以这是狗狗拍 中学的时候 相信的时候 哎呦 真是还好 没有那个人 没有打我 要不然就惨 所以是放纵了 今天我们现在 我们要越出我们的心 不然我们就成为 神可怒的人 神不喜悦的人 我相信弟兄姐妹 不会这样子 当然都是我看到的 弟兄姐妹 都会放纵死云 他们只是 可能有时候 他们会犯错 他们还是爱死 他们愿意悔改 所以信的主过后 我们的生命 的确也能够改变 如果我们信的主 过后我们还说 哎呀 我输了 我还是一样犯罪 这样子你信耶稣 要做什么 我们信的耶稣 就是要有能力 过出生 活出圣洁的生活 这是我们其中一个目的 所以过着圣洁的生活 就是必须 约束我们的心 约束我们的心 我们如果信的主过后 不能够约束我们的心 就变成了放纵 就变成了放纵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信的主过后 我们相信圣灵 神能够约束我们的心 帮助我们 过着圣洁的生活 那耶稣 也讲过一句话 好 这是他未在 他来的时候 就是要 娶我们 娶我们错 为什么呢 他说 他就是新郎 我们就是 新父 新娘 新娘 所以 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 不可以把那些 污秽的事情放 污秽的事情放在我们的心 因为我们是属于 基督 属于耶稣的新父 如果我们没有 过着圣洁的生活 我们在什么面前 就不是新父了 就变成 难听一点 难听一点 变成淫父 不忠心 好 污秽 所以 我们要过着圣洁的生活 不要让 这些污秽的心 污秽的东西 沾染我们的心 你还记得星期日吗 星期日的时候 我们去那个 会议爱 都走一路 就是在这个 中间 有一般很可爱的小孩 小妹妹 在前面 在那里跳舞是不是 跳舞 她的音乐放弃什么 Se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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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小你就叫她 Sexy Sexy 他们的母亲在那里 拍手 我很好 我的孩子 Sexy Sexy 大的时候我就跟你讲 你就 你就惨了 她遇到一个更Sexy的男子的时候 就把女儿Sexy去了 所以呢 弟兄姐妹 这个世界真的是 充满着许多的污秽 现在连电影 现在也不能看了 要去戏院看戏 哎呦 她的电影的内容是 Andy Christ 反激度啦 不然就是 骂粗话啦 不然就是色情啦 哇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选择不要看 不要看 魔鬼是要使到 这个时代充满着污秽 使你跌倒 使你笨拨过着圣洁的生活 使你远离上帝的旨意 使你不断的 被自己来控告 哎呦 我是污秽的 我是不圣洁的 我是不好的 再也不祝福我了 我是这样子的 我是这样子的 这是魔鬼 的 攻击 所以我们再一次 要回到上帝的面前 回改 随时 回改 随时得到上帝 的赦名 我们再来看 敬畏的心 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 彼得告诉我们说 要存着敬畏的心 过日子 你们既 称那不拼拜人 按个人行为神 换人的主为度 就当存敬畏的心 度你们 在世 寄居的日子 知道你们得数 或去 你们 祖宗 所流传 虚幻的行为 不是凭着 人坏的精灵 等悟 乃是凭着 基督的保险 如同无瑕疵 如沾沽 人坏的羔羊之讯 基督在创世之前 是已经被神知道了 却在这末世 才为你们显现 你们也因着他 信 那叫他从死里复活 又给他荣耀的神 叫你们的信心 和判断 都在于神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 要存着 敬畏的心 过日子 如果你说 你是一位 敬畏神人 就自然 有圣洁的生活 你有圣洁的生活 你就自然 是一位敬畏神 这是不能够 就不能够偏向一边 不能够舍去一边 你有圣洁的生活 就是有敬畏神的心 有敬畏神的心 你就自然 会有圣洁的生活 来我们来看 天上的天使 死者 他们是怎么样 过他们的日子 我们来看 启示录四章第八节 他们昼夜不住地说 圣宰圣宰圣宰 主神是 是睡在 今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天上的死者 坐月不停 每天不是在那边 圣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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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敬拜神 在那里敬畏神 他们的生活 就是这样子 那 就有一个弟兄就挑战 我们说 这样子啊 天堂标去 每一天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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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t 会不会是 圣灾圣灾圣灾 我们是数学系的人 我们真是不明白天上的事情 不过 启示录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启示 不然他就叫做启示录是不是 上帝启示给我们看 什么呢 天上的死者 每一天 就是在那边 圣灾圣灾 敬拜神 那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些 众天使啊 当他看到 神的圣洁的时候 他们的反例 是怎么样 第一 很严肃的 站站近近的 站得很直的 然后呢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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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 晚上叫 Holy Holy 不吃饭 不冲凉 不睡觉 Holy Holy 很严肃的 不可以笑 不可以笑 第二 是怎么样 很激动的 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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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我每天 昼夜 这样子来 欢呼 这样来敬拜神 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这样子 OK 第三 他是存着敬畏的心 当这个众子 看到神的圣洁的时候 神的圣洁 使他们 发出一个 敬畏的心 他们不得 不服服在地 降服在上帝 的圣洁里面 然后说 圣灾 圣灾 哪里是圣灾 一 二 三 三 三 很聪明 很好的学生 很聪明的学生 对 圣洁使我们 发出敬畏的神 使我们发出敬畏的神 所以当我们说 我是一位敬畏神的人 你一定是懂得 圣洁的人 你一定对圣洁这两次 有所认识 所以才会很强调 很注重 过着圣洁的生活 所以你回去的时候 你把你的灯关上 你服服在地 这是看啊 圣洁圣洁圣洁 看看那个感受是怎么样 其实真是不同的 你跪着祷告 站起来举起手 拍手 大声宣告 安静在那面前 服服在那面前 每一个都有不同的经历 但是有一样 我就不鼓励 就睡着 我算到一十秒 你 圣灾 为什么圣灾 我已经火了 所以回去试试看 真的是不同的 然后我在金融波聚会的时候 哇 那个蒋远 就是带领的很好 然后真是整个聚会 就是充满上面的恩高能力 我就服服在前面 在那边哭 那么有一对姐妹 过后就来找我 哎呦阿孙啊 做什么你这样激动的 需要这样激动呢 敬拜神不是敬拜神哦 那么激动 哭到这样 嘖嘖嘖嘖 他不要在街地 其实上帝 他值得我们 这样来敬拜祂 他完全真的是值得我们 这样来敬拜祂 这里回去 试试看 真的是不同的 好 不要太属灵 就在那边静静 好吧 上帝要开的 我都比较大听 才能听到你的 赞美的声音 回去 真的是你 会发现你越大声 不是大神的问题 是越用内心来宣告 积极地宣告 或者是浮沐在他面前 敬拜他 你会特别的经历 你的生命会改变 敬拜神能够使你的生命改变 不然敬拜神是什么 敬拜神的时候 真的是你生命可以改变 这其中一个过圣节 生活的其中的方法 所以我们要存敬畏的心 你们都在世上寄居的日子 我要你注意两个字 寄居 寄居是什么 就躲 就躲 因为你看有敬畏神的人 因为有敬畏神的心的人 他知道在世上只是短暂 只是寄居而已 就躲了 有一天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 神起初创造我们 是放在哪里 放在哪里 一段圆 是不是 你的 那里是神的地方 是圣洁的地方 但是人犯了最后就离开了 就被赶出来 赶出一段圆 所以从此呢 人就变成了寄居了 离开了上帝 神的心本来是美好的 不是要给我们一个末日的世界 是要给我们一个完全圣洁的世界 但是我们人犯了罪 我们的祖先犯了罪 他的后遗也跟着墨落 所以有一个笑话 不知道你们听过 有位弟兄他给我猜个名语 他说如果 这树上没有女人的话 全部的男人在哪里 在哪里 全部的男人在哪里 平常 啊 平常 在哪里 如果树上没有女人 那我们的男人在哪里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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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女人 因为是女人死男人犯罪 是不是 开玩笑 开玩笑 我就是要我踩了 然后给亚当吃 因为亚当你傻傻去吃 结果呢 就犯了罪 得罪上帝 所以呢 如果世上没有女人单身 就是在一段里 是不是 开玩笑 所以我们要知道 最终结面 我们 在世上的日子 是短暂的 啊 不是说你不要去 顾你的工作啊 某时公司 但是把你照卖做单 不用努力赚钱 赚钱 你要努力的朋友 你不要以为 你摆啊 刷了 脱血了 不是啊 神要你 这个真的是拜耶稣 不是信耶稣 信耶稣是什么 神做什么 他跟着去做 他努力的去遵守 不是这样子拜 记得啊 我已经 我已经把我的祷告给你了 拜你了 走出去的时候 就说谁啊 不是这样子啊 我们是信耶稣 不是拜耶稣 所以 弟兄姐妹 我们在世上的日子 是短暂 让我们存着 机会的心 来啊 过着圣洁的生活 所以呢 神很聪明 当然是聪明了 他知道我们活在这个 这个暂时居住的地方 是一个灾难的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所住的地方 是充满的灾祸 病痛 还有苦难 充满的泪水 充满的死亡 所以神开了一条道路 他说 敬畏耶稣 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耶稣 就是敬畏神 就是智慧的开端 神要 我们敬畏祂的目的是什么 祂要给智慧我们 让我们能够 胜过这世上的苦难 胜过这世上的患难 所以神给我们智慧 不是叫我去发大财 什么 主要是给我们能够有能力 过去圣洁的生活 当我们活在苦难当中的时候 我们要有怎么样的智慧 来敬畏神 当我们遇到一个前面很大的困难的时候 很大的拦阻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有智慧 来寻出上帝 让我们胜过这个问题 有一些人 为什么他们会犯罪 不是他们要去犯罪 不是他们要害人 因为他们没有智慧 不知道解决前面的问题 所以他们去抢 去赌 结果越赌 越赌 有些人就选择放弃 就是什么 吸毒 反正我都确定在当多前 否则我们的意思 吸毒 放纵是怎样 这样子 所以神给我们智慧 就是要我们坚持到底 过着敬畏祂的生活 过着圣洁的生活 当我们有这个智慧的时候 我们就得胜 我们就不惧怕 我们就不惧怕 这个世上 是充满着患难 苦难 好 一个女孩出生 哎呀 就生病了 或者是已经 不在了 是谁犯罪 爸爸犯罪 妈妈有罪 孩子有罪 不是 是这个孩子 一来到世上 这个世上 是破坏你的世上 不是你的母亲做错什么 不是你的爸爸做错什么 不是孩子做什么 做错什么 因为这个世上 就是末日的时代 就是充满着灾难 灾害的 为什么我们努力错空 我们所赚到情 还是这种样子 这么少 还是很多问题不能举行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代 这是过患的时代 不是你这个人好不好的问题 就像你一出生 你就出世在那个 非洲 整身黑黑的 我比较高的 他们是出生 在那个过患当中 不是他的爸爸妈妈做错什么 也不是孩子做错什么 所以这个世上 根本就是 短暂 神要给我们 信天心地 阿贝 将来他必要再来 所以我们要准备 这个信天心地 就是要有一个 圣洁的生活 这个圣洁的生活 这个圣洁的生活 里面 需要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 所以当我们信主过后 神的灵 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一闭上眼睛 祷告 神就听到我们 那所以弟兄姐妹 圣灵 是圣洁的灵 就是神 祂住在我们里面 如果我们继续活在 无悔的生活 活在不圣洁当中 我们就变成了 让淫乱的引灵 来代替圣灵 这是上帝非常痛恨的 我们不可以用淫乱的灵 不对身 不忠心的灵 来代替圣灵 我们必须 让圣灵都不能充满我们 阿们 阿们 好我们来看 清洁的心 那举起你们的左手 左手啊 多久 坐住这里 这里这里 坐住啊 打坐起来 用右手呢 来 谁请 清洁的心 好 基督徒 要有清洁的心 清洁的心 那怎么样清洁的心呢 圣经告诉我们 要顺从真理 那个时候 顺从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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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理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道 就是 耶稣传给我们的福音 当我们顺从他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被洁净了 以致我们怎样呢 能够爱我们的弟兄 可见 爱弟兄的心啊 是需要一颗圣经的心 你说你爱你的弟兄吗 你爱你的牧师吗 爱你的教会的组长吗 爱你的孩子吗 爱你的朋友吗 就是 要有 先有圣经的心 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 我们说 主啊我们永远爱你 我要永远爱你 耶稣 我们是不是 有一个圣经的心 我说我爱神 但是爱神之前 我们有 解决心的心吗 这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要顺从真理 让神能化理 改变我们的心 给我们一个圣经的心 来清洁他 来爱他 神非常看见 看重我们的心 我们要举起我们的心 来敬拜他 我们怎么可以占捕我们的心呢 不可以 所以啊 接下来 彼得在说什么 你们能不能重生 不是由于能够坏的种子 而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是借着神活过长存的道 神的道能够使我们重生 神 我们以前是在最灵的神 今天我们信的主 就是神神人 虽然我是我的母亲生 但是在属灵方面 我是神的儿女 是神生我的 所以我是重生的基督徒 我有一个清洁的心 有一颗心灶的心 有一颗心灶的心 我是一个心灶的人 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改变 我们以后的日子 能够蒙福 所以当我们说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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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心灶的人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 我们是不是 当我们说 我们是敬畏神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真的是 解救了自己的心 爱我们的神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的心 属灵状况是怎么样 但是我要在这里 很强调一样的东西 那我们 要过这圣洁的生活 是 从 开始一直到你 四脚 直直 是一辈子的事情 圣洁的生活 是一个过程来的 不过这个过程 你会面对 失败一定的 如果你记住 你不要 因为你不圣洁 所以你就在那里 控告自己 你要相信神的恩典 有绝对的保障 能够洁净你的罪 洗净你的罪 赐福给你 所以只要你 愿意 跪下来 祷告 悔改的那一刻 神 完全是 我 释放一致 所以不管你现在 你的属灵座是怎么样 你要记住 继续的努力 不是努力圣洁啊 知道吗 不只是努力圣洁 是要常常的 回来上天的面前 靠着恩典 你能过这圣洁的生活 不是因为 你靠律法 请记住 不是靠着律法 是靠着恩典 所以你即时领受这个恩典 你就即时得到上帝的赦免 再一次得到释放 再一次得到解禁 当你是靠上帝的恩典来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 你是得胜的 你完全是得胜的 如果你是靠律法的话 你会充满着控告 哎呀 我很多的过犯 我曾经讲过这个话 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原谅别人 但是要原谅自己是非常的难 我们常常责备自己 为什么我讲这样的话来伤害他 人家已经原谅你可能你还不能够原谅自己 上帝已经原谅了你 为你实在实际上 你还是不能够原谅自己 你还是在回忆当时的以前是怎样做错啊 一直活在那个空档里面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 我们要再一次站立起来 靠着上帝的恩典 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他 用我们的心来敬畏他 过着圣洁的生活 阿们弟兄姐妹 好我们这时候我们一起站立起来